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电力事业属于技术密集产业 不仅专业训练要求高 更缺乏外界人才备员 这几年台电人力结构老化 面临人力断层 技术传承等等课题 因此提前罗制年轻人力 及早培育 台北南区营业处最近就新进了一位 76年次的何孟颖 外表看似柔弱的他 竟然选择加入线路维护抢修工作 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手软的操作者手边的工作 他是76年次的何孟颖 原本是一名英文家教 因为勇于挑战自我 因而报考了台电负责第一线停电抢修的工作 目前是台电北南区处的外线技术员 外表虽然看似柔弱 但他的学习精神及工作态度 却一点都不输给男性员工 之前有听说要爬电杆 然后吓人头什么的 可是其实我最害怕的是 打开那个变压器的时候 里面有一群蟑螂 而且是我最怕的事情 台电从105年初成立事业部 朝企业化经营迈进 未来将面临稳定供电 及电业自由化挑战的同时 却又遇上了内部人力退休潮 为了因应业务成长及人力技术传承 台电积极提前罗志年轻优秀人才 以传承电业核心技术 大步跨越人力断层 刚结束为期一年的实习阶段 问起梦颖对于这份工作的想法 台风天不要骂我们的血 他们停电抢修很辛苦 原来身为台电宝宝的梦颖 从小就看着自己的爸爸 每次台风天就得一通电话 到处奔波救援抢修 心里有很多的不舍 因此呼吁民众在等待来电的期间 能够多点耐心 给予这些线路维护人员 持续维护光明的力量 林嘉惠李定杰新北市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